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是我们的力量 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所以地虽改变 山虽摇动到海心 其中的水虽喷轰翻腾 山虽因海涨而战斗 我们也不害怕 阿们 今天是2021年5月23日 欢迎大家来到宋恩堂云端主日崇拜 弟兄姊妹 我们看到巴以的冲突 造成了很多平民百姓的伤亡 疫情也是一搏未平 一搏又起 世界上很多的地方 最近也遭遇了一些极端的天气 弟兄姊妹 我们是一群蒙恩的人 我们感谢神在我们面前 将我们能够拣选 也将我们保守 我们不仅要为我们自己来祷告 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 我们也要为这个实践来祷告 就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爱我们的主 我们谢谢你 谢谢你在这个 动乱不安的日子里 在这个疫情严重的日子里 你依然保守和看顾了我们 使我们在你里面有平安 有满足的喜乐 但是主啊 我们是主你的儿女 是主你的门徒 我们不仅仅要为我们自己的平安来祷告 我们也要为这个世界的平安来祷告 主啊 我们看到真是这个疫情 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像印度 像一些亚洲的其他的一些国家 疫情依然还是比较的严重 主啊 我们就求主 你能够止息你的愤怒 求主 你能够带领那些医药的科研人员 能够研发出更好 更快捷的疫苗来 主啊 也求你 借着这一次的苦难 能够让世人 能够来回转归向你 能够知道说 万君之烟花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 才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所以主就让我们能够 让这个世界能够 再一次的回转到主你的面前 我们在你的面前 我们披麻门徽的来认罪 来求主你赦免我们的罪 我们也求主你能够兼顾 你众儿女的心 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都能成为这个社会的 竞争台 能够给身边的人 能够带去福音 能够求主你也能够 带领更多的人来接受福音 主啊你是我们的主 我们也为了阿姨的和平 来向主你祷告 求主你来练你 我们也为了一些极端的天气 也向主你祷告 主啊所有的这一切 无不再提醒着我们 主啊你来的日子近了 无不提醒着我们说 主啊你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 我们来求主你练你我们 求主你保守我们 我们也特别把今天的 主日的敬拜交托在主你的手里 求主你保守我们的网络 能够顺畅 你保守我们 所讲和所听的 都能够蒙主你的感动和代理 我们谢谢主 我们在你面前 这样有生无生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得圣的名所求 阿们 感谢主 下面的是我们的师哥敬拜时间 有请我们的师哥敬拜小组 弟兄姊妹平安 今天是复活节之后的第七个主日 俗称七七节 或者叫做五行节 因为七在神的眼光里 是一个完全的树木 我们的父神是如此的爱我们 他采遣他的独生子耶稣 来到我们当中 甚至在耶稣离世之后 他也赐下圣灵 来接续 耶稣在世上的工作 根据使徒行段的记载 在五行节的时候 当信徒们聚集在一起 祷告的时候 圣灵就降临在他们中间 所以五行节也就叫做圣灵降临节 今天我们用这首诗歌 圣灵之歌 再次来大声宣扬 神对我们无比的爱 并且也感谢主 圣灵在我们当中 帮助我们跟神 跟耶稣 有一个更亲密 属灵的关系 现在就让我们 降服在圣灵的带领之下 一起来歌唱 一起来赞美 我让主用他无限的爱 围绕在你我身旁 是我们很不甘的心灵的满足 哦 让主各自败的圣灵 将你在你我身上 是我本身上 是我本身的道带领复制 带领复制 耶稣 哦耶稣 耶稣 哦耶稣 耶稣 哦耶稣 从你我身上 中的喜乐 我为一首赞悲识 祈身送赞主的生命到永远 哦 让我本心中的忧虑 完全交托主圣灵 是我本一生与耶稣同心 耶稣 哦耶稣 我为一首赞主圣灵 耶稣 哦耶稣 我为一首赞主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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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用圣灵深地力 爱复兴我 就用神圳神体力 爱复兴我 随我 勇我 套我 勇我 就用神圳神体力 爱复兴我 耶稣 哦耶稣 套我 勇我 套我 勇我 耶稣 哦耶稣 套我 勇我 套我 勇我 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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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我们看到一个孩子生命成长的时候 心里总是欢喜快乐 同样我们的天父 也乐意见到我们在属灵生命的长进 而并不仅仅是停留在一个得救的阶段 那就是需要圣灵的帮助 我们恳求圣灵来 让我们能够经历到圣灵的更新的能力 战胜我们的软弱 好叫我们属灵的生命能够更加的完全跟成熟 并且能够彰显基督做祂的见证 当我们敬拜团队在预备这首诗歌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被这首诗歌的歌词所感动 为求神使用今天这首诗歌 恳求圣灵来 让我们枯干的心灵再次被圣灵所眺望 好叫我们天天的能够与祖同行 穿超通简短够 一起恕做 fixed by faith 祷告圣灵的圣灵 恳求圣灵来 神弛我的圈灵 愿祝碰我的生讙 走完我的圣灵 看求生命来 私人拼罚生命 愿你热切的爱 融化我平安的心 看求生命来 神头我已确认 愿你蓬勃的生计 敲罚我苦干的心灵 看求生命来 私人拼罚生命 愿你热切的爱 融化我平安的心 求你配安降临 求你充满我心 让我存些美的心 天天与你同行 求你做我歌星 求你寻我心意 让我好怜悯 公义 世事与你同行 看求生命来 开起我的眼睛 愿你智慧的话语 引导我进入真理 看求生命来 胜过我的不意 愿我甘心乐意 顺服你时刻到一 求你配安降临 求你充满我心 让我存些美的心 天天与你同行 求你送我歌星 求你寻我心意 让我好怜悲 让我好怜悲 世事与你同行 求你 求你配安降临 求你充满我心 让我存些美的心 天天与你同行 求你送我歌星 求你寻我心意 让我好怜悲 公义 世事与你同行 恢求生命来 恢求你充满我心 恢求生命来 恢求充满我心 求你配安降临 求你充满我心 让我春泉美的心 渐渐与你同行 求你所割心 求你寻我心意 让我好年名共义 世事与你同行 看求生灵来 看求生灵来 5月份讲道系列的主题是认识那杜散我们里头的圣灵 如果你现在看荧幕的右上角 就会看到好像有一只鸽子在那里 是的 因为那是圣灵降临的记号 也谢谢我们的同工为我们选了这张图片 作为我们的背景 今天许牧师他的讲道题目是从圣灵来的帮助 经文是从罗马书的八章二十二到二十七节 弟兄姊妹你们好 我是许牧师 很高兴我们再次在云端崇拜里面 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话 今天我们要来思想就是在罗马书第八章十八到二十七节 很多人怕看罗马书 因为觉得他里面太多的理论 太多的神学 太多深奥的思想 今天我想用比较具体的简单的方法 来帮助我们明白罗马书第八章 究竟跟我们要讲一些什么 其实它就好像是一个电影故事一样 讲到基督徒的一生 在我们的一生里面 我们有时候会遇到有喜乐的事情 我们有时候会遇到有一些叫我们失望难过的事情 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叫我们沮丧灰心的事情 但是上帝早就知道在我们人生里面有许多许多这样的灰心难过沮丧失望的这种情节 ink Tambor Its because they doÄr能力 因此他拆派了圣灵住在我们心中 而且圣灵这个上帝他自己的灵 常常在我们的左右来帮助我们 使我们能够在人生当中的那些低落的时刻能够得胜有余 他圣灵要叫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 他怎么样在旁边来指导我们 使我们能够在人生的那个情节 低落的情节里面 艰难的环境的当中 仍然能够很喜乐的 来开开心心的 来走过人生艰难的道路了 首先让我们来听听今天的经文 我们知道 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 劳苦直到如今 不但如此 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出接果子的 也是自己心里叹息 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 乃是我们的身体得熟 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 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 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 但我们若盼望 那所不见的 就必忍耐等候 况且 我们的软弱 有圣灵帮助 我们本不晓得 当怎样祷告 只是 圣灵亲自用 说不出来的叹息 替我们祷告 检查人心的 晓得圣灵的意思 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 替圣徒祈求 本月的经句就在 约翰一书五章十三节 我将这些话 写给你们信奉 神儿子之名的人 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 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 保罗就肯定一件事情 我想起 现在的苦楚 如果彼此将来的荣耀 就不足以建议了 从这句话就告诉我们 基督徒的人生是有苦难的 苦难为什么有苦难呢 原因在哪里呢 我们有一节经文没有读的 就是十七节 保罗说 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 就必和他一同得永药 原来苦难的是为了 叫我们能够承受更大的永药 为什么上帝允许苦难 在我们身上发生了 这些的苦难是怎么来的了 在罗马书 因为我们读第八章的时候 我们只读十七节到二十七节 前面第一节 他是怎么讲的 我在补充了 第八章第一节 他说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 不再被定罪了 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 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 使我们脱离了罪和死的律 他这里讲到基督徒人生 我们被圣灵重生的时候 我们是被释放了 从哪里都有释放呢 是从罪和死的律释放了 我们的人生曾经在罪和死的律里面 被挟制了 而且是空虚痛苦 没有指望 现在我们被圣灵释放了 从前我们的人生 一辈子劳苦 最后死亡灭亡 与神永远的分离 但是圣灵却重生了我们 把我们从这个死和罪的律里面 释放出来 叫我们开始一个人生的新生 那我这个想到什么呢 这个想到了 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故事 因为出埃及的故事 就是基督徒人生的一个写照 我们来看看出埃及的故事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你吩咐以色列人转回 在比哈西路前 密夺和海之间安营 对着巴黎喜分靠近海边安营 法老必然说 以色列人在这地上绕迷了 况也把他们困住了 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 他要追赶他们 我便在法老和他全君身上得荣耀 埃及人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于是 以色列人就这样行了 有人告诉埃及王说 百姓逃跑了 法老和他的臣仆对百姓就心意改变了 说 我们让以色列人去 不再服侍我们 这做的是什么事呢 法老就预备他的车辆 带着精兵铜讯 并带着六百辆特选的车 和埃及所有的车 每辆都有车兵杖 曲目看见埃及人赶来就非常惧怕 向耶和华哀求 他们对摩西说 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 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里吗 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 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 我们在埃及 难道没有对你说过 不要搅扰我们 让我们服侍埃及人吗 因为服侍埃及人 彼此在旷野还好 摩西对百姓说 不要惧怕 只管站住 看耶和华 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 因为 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 必定永远不再看见了 耶和华必定为你们征战 你们只管静默 不要作声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 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 你举手向海伸仗 把水分开 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干地 不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 他们就跟着下去 我要在法老和他的全军车辆 马兵上得荣耀 我在法老和他的车辆 马兵上得荣耀的时候 埃及人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了 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的神的使者 转到他们后边去 云柱也从他们前边转到他们后边立柱 在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间有云柱 一边黑暗 一边发光 整夜 两下 都不能相近 摩西向海深仗 耶和华便用大东风 使海水一夜退去 水电分开 海就成了干地 以色列人下海中走干地 水在他们的左右 做了墙园 安息人追赶他们 把老一切的马匹 车辆和马兵都跟着下到海中 到了移民的时候 耶和华从云柱火柱中 向埃及的军兵观看 使埃及的军兵混乱 又使他们的车轮脱落 然一起走 引去埃及人说 咱们从以色列人眼前逃跑吧 引耶和华为他们恭喜我们了 耶和华对摩西说 比上海深仗 叫水融合在埃及人和他们的车辆 马兵身上 博西就向海深仗 到了天一辆 海水仍旧不远 埃及人避水逃跑的时候 耶和华把他们推翻在海中 水就回流 淹没了车辆和马兵 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海的法老全军 连一个也没有剩下 以色列人却在海中走干地 水在他们的左右 坐了墙游 当天 耶和华这样从埃及人手中 曾经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的死尸 都在海边 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 就敬畏耶和华 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 出埃及的故事是这样的 在这里你就看到了 就是以色列人 他在摩西的带领下面 然后脱离了埃及 重生得救了 一过了红海就脱离了法老的权势 就是等于基督徒脱离了死和罪的权势 摩西带领以色列人 只要以色列人继续顺服摩西的话 他们就会往生的方向 得生的方向来迈进 但是很可惜了 就是以色列人虽然出了埃及 但是那个现实的埃及 已经不在眼前了 但是心灵的埃及 还在他们心灵当中 那个现实的法老 可能当红海合起来的时候 他也葬身在红海里面 被淹死了 现实上的法老可能已经死掉 但是在以色列人心里面的 那个法老没有死掉 当以色列人走在这个旷野的时候 他出了红海 走在旷野的时候 他们遇到困难 他们就想起了法老来了 他们就想起埃及来了 他们看到眼前 好像吃的不够好 穿的也不够好 天天要面对明天的未知数 明天有的吃有没有吃 明天生活怎样 明天前途怎样 上帝没有告诉他们 上帝只会告诉他们说 我把应许之地告诉你们 给你们流来与密之地 但是对当前 对明天的生活 上帝没有告诉他们 只是叫他们去信靠 所以他们走在旷野的时候 他看见前路茫茫都是旷野 他们心中就埋越墨西 遇到困难就埋越墨西 遇到困难他就想起法老来 我们从前在埃及都好了 还有韭菜了 还有肉了 还在肉锅里面了 我们还可以吃得饱 虽然辛苦一点 他们就常常遇到困难的时候 那个心中的法老 阴魂不散 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这个心灵里面的埃及 那个世界常常出现在他们眼前 以至他们对于这些的苦难 就埋怨上帝 魔鬼就会利用这些的苦难 这些的困难 要把他们从摩西那里 要拉回去 拉回去哪里呢 法老王 可能有一些以色列人 要想回头 要回去 回去埃及法老王 如果他们一旦回去埃及法老王 那里 他们就没有前途了 重新回到 那个奴隶 被挟制 没有前途的光景 同样 基督徒也是一样 圣灵 他释放了我们 重生了我们 他希望了我们 跟着圣灵的律来生活 因为了 这个律了 会带领我们往永生 往荣耀的方向 那如果了 我们了 除了重生得救以后 我们走在这个 从今生 到永生之间的 那个时段里面 我们因为人生遇到困难 遇到困苦 我们就埋怨 我们就想回头 希望回到原来的 那个没有得救前的 那个生活 自我的生活 我告诉你 我们会继续活在 罪和死的律里面 罪和死的律 最终带领我们的 是要往那个灭亡的方向 往灭亡的方向 所以弟兄姊妹 那是非常的可怕的 所以弟兄姊妹 基督徒的人生 从重生开始 一直到我们 永生 我们达到永生的道路之前 我们中间 这段人生 会比较多困难 比别人都要多困难 为什么 因为魔鬼 因魂不散 他一直想办法 加给我们苦难 加给我们困难 加给我们 各样的挑战 甚至叫我们挫败 叫我们沮丧 叫我们灰心 叫我们失望 叫我们离弃上帝 所以弟兄姊妹 基督徒会比别人 都要多困难 为什么 因为魔鬼 不甘心 我们出了埃及 魔鬼不甘心 我们离开了 他的权势 所以他会用 各样的困难 叫你受挫折 就是要你怀疑上帝 神还在爱我吗 当我遇到疾病 当我遇到困难 当我遇到 前路茫茫的时候 我们会问 神还在爱我吗 神还在关心我吗 其实圣经没有告诉我们 天色常情 基督徒的人生 不会是常常是蓝天的 往往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很多挑战 但是上帝允许这些事情 发生在我们身上 特别那些敬畏上帝 爱主的人身上 我们常常看见 他们的身影 常常带着 耶稣基督的苦难 你记得耶稣 他曾经讲过什么呢 他说如果有人跟从我 就当舍己 天天背起 他的十字架 来跟从你 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是一个人生里面 有挑战 有困难 有苦难 但是上帝知道 魔鬼会把各样的苦难 加在我们身上 上帝知道 我们的人生 从我们重生得救开始 我们今生到永恒 这个得荣耀之前的过程当中 中间就是现在 有苦难 但是上帝已经拆遣了圣灵 帮助我们 圣灵在圣经里面称为保卫师 我们知道今天是五旬节 星期天 是纪念到在 耶稣升天以后 五十天 圣灵从天降下来 这是耶稣应许的给我们 他的肉身离开了我们 但是他说 我要借着圣灵 他就是保卫师 他是第二位保卫师 他要与你们同在 他也把我的同在 借着他带进去你的生命 因为耶稣的肉身不可能 同时与那么多人同在 但是 借着圣灵 他就可以无所不在 无所不能 可以同时在全世界 所有的基督徒 同一个世界去帮助他们 与他们同在 给他们力量去面对今生 因为我们要承受的荣耀 所带来的苦难 你说圣灵怎么能够 同一个时间 来帮助许多许多的人呢 圣灵怎么能够 在同一个时间 帮助许多的基督徒呢 圣灵怎么能够 同一个时间 要听所有基督徒的需要呢 我在这里举一个例 你看看 在下班的时候 有多少的人 他们开车 是用GPS 导航器 引导他们回家的 在同一个时段里面 可能在公路上数不尽 那么多的人 都在开导航器 请问那个导航器 谁在指引他们 就是天上一个卫星 就是一个卫星 同时可以指引很多人 就是一个卫星 可以同时在指引所有需要开车 需要引导 需要导航的人 他们需要的方向 他同一个时间 能够导引他们 如果人造的卫星 可以做到同一个时间 带领那么多的需要导航的人 何况那一位创造我们的上帝呢 他创造我们 给了我们智慧 给了我们科技的头脑 造成卫星可以同时导引导航许多的人 皆为造物主圣灵 他能够在同一个时间 去帮助许多的基督徒 他怎么样去帮助许多的基督徒呢 他怎么样能够帮助导引导航 所有的基督徒呢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祷告 人生一定有苦难 人生这个苦难当中 我们怎么样能够接受他 好让我们可以变得更强大 好让我们可以承受更大的荣耀 圣灵要帮助你 帮助我 帮助他 帮助所有需要他的人 圣灵怎么样帮助我们呢 就是帮助我们祷告 你知道一个孩子 如果受到很大很大的痛苦 他都不懂得喊妈 这个孩子就可怜得很了 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啊 如果一个基督徒遇到困难 穷途末路 都不懂得喊天父 那这个基督徒可怜得很了 因为我们的父已经随时准备好 要帮助我们 他就好像GPS一样 他一个神在那里 他同时可以听很多基督徒的祷告 可以听很多基督徒的需要 可以帮助他们走出困难 圣灵要帮助我们的 就是要帮我们懂得呼喊天父 呼喊像孩子呼喊妈妈一样 所以中国人说 疼者忽良 穷者忽天 我们对神有没有一个祷告的需要 圣灵来就是要帮助我们祷告 圣灵看见我们不会祷告 圣灵也着急的很 圣灵他在那里代替我们祷告 用说不尽的叹息 来为我们这个不会祷告的人来祷告 希望我们懂得喊父 能够按照父的旨意来祷告 因为祷告能够真正解决我们的需要 祷告第一个果效 不是在肉体上叫我们得帮助 也不是叫我们在环境上得帮助 祷告第一个叫我们得帮助的是 我们的心灵 我们的内心 你来读一节圣经 你们要靠着主常常喜乐 应当一无挂虑 只要凡事借着祷告 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需要的告诉神 神所示出人意外的平安 并在基督耶稣里 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菲律比书第四章四到七节 我们怎么能喜乐呢 怎么能够一无挂虑呢 就是要接着祷告 怎么祷告呢 祷告有两项的东西 祈求和感谢 尽你可能的去求 尽你可能的去感谢 因为当你去祷告祈求和感谢的时候 你的会产生一个果效 就是圣经所说的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在耶稣基督里 保守你的心怀意念 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喜乐 很多时候我们忧虑 很多时候我们沮丧 很多时候我们大声的喊叫痛苦 是因为我们心里痛苦 上帝第一个的要医治的是我们心灵 我们好好祷告 随着圣灵的感动去祷告 你就会发现你的内心 会产生很大的改变 从前当我遇到工作上的困难 前途上的困难 经济上的困难的时候 我就立定心志 每天中午我要到教堂去 好好祷告 因为我要看看 这位的上帝怎么样帮助我 结果我每一天风雨不改的去教堂祷告 一天两天三天四天 结果两个多礼拜 到十几天以后 那一天的祷告 上帝的灵 在我祷告祷告的时候 不住的充满我 叫我不住的祷告 我从来没有祷告过那么长 在那一天好像有说不尽的话 随着圣灵 我的不停在祷告 结果我内心充满了平安 很大的喜乐 一切的忧虑 一刹死就完全消失了 当我从这个祷告的地上爬起来的时候 我发现千斤的重担 从我的肩膀破落了 我带着平安喜乐的心回家去了 请问我经过那个祷告以后 我当时的工作找到没有 我当时的经济困难 我解决没有 没有 但是我带着平安喜乐 一无挂虑的心回家了 好像神就已经听到我祷告一样 这就是信心 因为希伯来书说 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 未见之事的确据 我们祷告到一个地步 好像已经得着了 事实上我没有得着 但是好像已经得着了 我就一无挂虑带着喜乐的心回去了 好像我已经心中有确据了 神一定会给我 结果 当我带着平安喜乐的心回去的时候 后来工作也找到了 经济的困难也解决了 我前途也变得越来越光明 所以弟兄姊妹 人愁苦 最大的问题是心灵 从香港有一首流行曲 就是说 心痛苦比死更难受 是心灵 是我们第一个要解决的困难 心灵是我们最大的敌人 虽然出了埃及 但是那个埃及还在我们心中 虽然离开法老了 但是那个法老英魂不散 还在欺压我们 叫我们痛苦 叫我们想办法回去埃及 离开上帝 回到黑暗的国度里面 所以弟兄姊妹 祷告很重要 祷告先叫我们心灵的医治 然后才到我们的肉身 和我们现实的环境 求上帝帮助我们 弟兄姊妹 我们不会祷告的时候 你可以找一两个同工 跟你一起来祷告 就是不要忘记遇到困难 不能够不呼喊天父 不然你就是一个很可怜的基督徒 上帝已经把圣灵放在我们生命当中 我们都没有看重他的同在 我们就是一个非常可怜的基督徒 求上帝帮助我们 在我们结束今天的聚会之前 请我们的敬拜队 带领我们再唱这首歌 《谁曾应许》 《谁曾应许》 一生不撇下我 每段扎路 谁陪我去走过 谁还领我 于清草天正处堂我 风烛人为比海煞更多 谁曾应许天天看顾着我 早夜眷有年头发也数过 谁还以爱 他走心里惧怕怯狼 打句老徒倔决冻着船鹤 因你是我主 我避难梳 我团牌或是岗 你是我的高台 我随时帮助 乖拔用信心 赞颂我高昂 你永在我失望 为你又永生江河 随你以爱不以靠别个 谁曾应许一生不陪下我 每段窄路谁陪我去走光 谁还领我与清草添静处堂岸 风着人为比海沙更多 谁曾应许天天看顾着我 早夜眷有年头发亚数光 谁还以爱他走心里居怕烟狼 那居路途冠冻着船黄 一你是我主我被难所我囤牌我失望 你是我的高台我随时帮助 我来用信箱赞助我高歌 你永在我心望 为你又永生江河 随你以爱不以靠别个 让我们一起来唱 你以为是我主我必难所我囤牌 你以爱和食鹌 你以爱和食鹌 你是我的高台我随时帮助 我随时帮助 来拜用信箱赞颂和高歌 你永在我心火 为你拥有生将和 从你外部依靠别的 我究竟算什么 神你听这半个念 谢谢金白团队所带领的回应诗歌 让我们就把家事报告的时间 交给童远泽弟兄